中央民国112年8月7号星期一 我们刚才听的是 这个很棒啊 从今以后你自由了 财务自由身体自由 这都很重要哦 好 明天父亲节 明天父亲节 所以我们本集 本周 就是我们都要为伟大的父亲 做很多节目 那今天这个第一 Blue Monday 但是我觉得快热死了 今天好热哦 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狗都不出门 因为他看到太阳 其实下雨天狗还想出门 太阳那么热 狗你知道 他的脚会烫到 所以我有时候 这个白天遛狗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他走那个柏油路 太热了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非常荣幸 今天是要给父亲节的礼物 前奏 对就是暖身 那我们今天呢 是鼎鼎有名的皮国立教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大家看我们的直播跟声音 不要觉得是阿宅的万事通事物所 什么 刚刚还在聊这样子 朱大来了 真的有够像宅神的 头发剪坏了 听说也是贵校的毕业生嘛 对不对 都中气十足了 超像的 你是他的弟弟 OK好 那我们今天是中央大学 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跟兼所长 非常学术地位 非常崇高 皮国立博士 那这本非常硬壳的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他只是一本来问诊的书 超级硬壳的书 厚达 四百多页 四百多页还不喊 你知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种 灵魂出窍的状态 因为我已经看到三几页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怎么又是第一页了 怎么看完了 这以后又到了诊疗室的目录开始 怎么又回到第一页 原来这本书就是 皮教授所长博士 你的论文 对不对 所以那这本论文堪称 光是复诅 就已经快要一百页了 复诅 然后再加上你再百 再加上你秩序 所以这本书已经是超越了 寄星级的论文 我那天看到人家说 百岁的政治学家 寄星级 对不对 他的论文 在哈佛大学论文的时候 是三百七十几页 你超越他了 你快要回到一百零 你超越一百岁 不会有问题 然后他说他的教授 才看一百页的时候 就给他最优 我觉得是因为 他已经没有办法再 没有体力再看了 后来哈佛大学还为寄星级 有一个寄星级规则 就是凡以后论文 不可以超过寄星级论文长度的三分之一 你这样念哈佛超过了 你已经五百多页 因为一直真补 一直真补 而且这个是再版 对不对 很少人有会为自己 著作比方说金庸 全吉他会再版 但是会为自己的论文 真补的 你应该是史上第一人 晚清之后 晚清到民国 你应该是史上第一人 有啦还有 就是说比较少 对 因为大家觉得再版的话 他就想说同样的书就丢出去了 是啊 他没有想要再花时间写这样子 不是他是想说反正都是超 不是 就是说其实 现在很敏感 很多人喔 对 他不会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 对对对 甚至自己写过的东西他忘记了 对对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写过的东西 他都忘记了 没错没错 像我这个书是大概 20年 20年 快20年 但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非常有历史使命感的东大 东大文化书局又帮你再版了 你的论文 就是说这本书就是前 只能说去年编辑就是说快卖完了 快卖完了 天哪 自己的论文可以卖完 对 我认为后来我在这里面有写到 我跟指导教授说 这个我的书很惭愧 卖了快20年才卖完 不会啊 可是学术书本来就是这样啊 学术书不是要大卖的这样子 我都好压抑他卖完了 你知道吗 其实说一句实话 我是对中医超级有兴趣的人 我是那种百分之百 崇尚中医的人 就是你看像这一次 对不对 新冠对不对 中医发挥了大大的功能 对对对 尤其是那个 大陆的莲花清瘟跟我们这边的清冠一号 对对对对 两个我都 不 莲花我没有吃过啦 板蓝根我吃过 但我觉得板蓝根实在太甜了 他们可不可以把那个蔗糖拿掉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吃这个清冠 因为我确诊嘛 对 我觉得清冠是神药 你感觉他后面的药槽都很普通 对不对 就是鱼心草啊 薄荷啊 还有什么忘记的 你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金银花嘛 金银花对对对 还有那个对 板蓝根 板蓝根又来了 对又来了 可是可是我觉得清冠吃了以后 真的是神效 对啊对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玩的 就是清冠的发明人 刚好是我口识为员 真的 博士论文的口识为员 这个是硕士的 那其实那他可以用这个拿专利吗 他们应该有申请专利 应该是有 对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技术专一 科学家发明了以后 他可以合法合理的 全力给你 委托生产 对不对 对我觉得清冠其实说实在 我都好想囤货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都不管是什么药啊 还是什么好 先囤一下 就是很怕说他会缺货了 对对 而病毒还在 没错没错 你会不会觉得 对对对 像你中间这本书对不对 写到的很多的 你感觉是通病 实则在千年的中国 一直下来都有我们自己一套的医法 对 只是后来的人 不太鸟塌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因为很多小病 看起来很通 像里面写的 其实有些蛮简单的东西 可是到现在 你看这些症状 就跟病毒一样 不断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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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一本你会 因为老师你是历史研究所的 历史系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衣食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 晚清身体诊疗师 这个名字太好了 就是把脉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选这位神医 他应该算神医吗 待会你来讲一下 我们有直播 好 很显着 好我们现在有直播 我们今天的是 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所长 皮国立皮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 第一 老师这个皮性 就是很少 对不对 难不成你也是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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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也很容易被同学或老师会说 你很皮 皮卡丘 皮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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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爱皮老板 各种的外号 而且都很特别 好那皮教授呢 他曾经在这个旅读嘛 对不对 对 旅读的那个单元应该是什么 中医的 就是老皮说史 好对 然后就有很多那个古代 对对 古代的一些史料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 有趣的啦 比如说吃猪肉 比如说猪年那一年 他就说那个猪肉 就讲那个吃猪肉 因为猪肉在古代是有毒的 古代人认为猪肉是有毒的 吃久了会胜虚 是哦 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 我那时候有一个跟学生聊天 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都说孕妇啊 身体虚的人要吃什么 吃鸡汤 炖鸡汤 对 对 没有说炖猪汤 对 很少有人说炖猪汤 我们来喝猪汤 很少 很少 我会说排骨啊 对对对 萝卜排骨 对但是都是鸡汤 然后西方人可能是牛肉精 牛肉精 对牛肉汤 对不对 这个一百多年前就有牛肉精 对对对对 可是很少有人是做猪精 哎呦 猪精哦 猪精哦 猪精 吃猪脑 嗯 对猪脑汤 或者是这个猪腰腰子 哇 你知道我小时候都会吃猪脑汤 后来因为人家说吃行补行 吃什么补什么 是是是 古人就是这样想 就吃脑补脑 对对对对对 而且脑像豆花 对对 它其实是软软 软软的 很 现在台南那个阿民猪心 还还可以很多猪脑汤 但是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猪肉有毒 对可能可能就是 我在想他们想象的是 因为猪的那个生长的环境 哦 因为它被圈养 觉得它脏 比较脏 对 比较脏 对 它吃的太多排泄多 是那牛马可能比较不一样 他们奔驰然后吃草 嗯 那猪可能吃比较渣 嗯 会不会是这样不知道 因为古人他这样子讲 后面的人就传操嘛 也有可能啊 因为你看五湖融合的时候 也有可能 因为像回教徒 嗯 他们是不吃猪嘛 嗯 就觉得不结之类的 对对对对 也有可能 但是其实不是鹅才会发吗 鹅 对啊 是鹅也会发 就是那个明 明太祖 特赐真鹅 他是给刘达是不是 徐达 徐达叫他说 给他刺烧鹅一只 特赐烧鹅 结果那创就发了这样子 所以拥记烧鹅 应该叫徐达烧鹅 对对 对啊 可以用徐达 那我想问一下所长 为什么会选这个 这一位名医哦 是唐宗海 不是颜宗海哦 对不对 唐宗海是 我们比较没有听过 比方说像孙思廟啊 扁鹊啊 李时珍啊 华佗 没有人讲唐宗海耶 你怎么会挑这个人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刚好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那研究所最重要 就是找一个题目 然后写成一本论文嘛 像书一样 那那时候在苦思说 要怎么创新 你像孙思廟或李时珍 太多人写了嘛 那我想说 那找一个医生来写 这个医生可能要 以前没有人写过 可是没有人写过 他没有资料 你也不能写 他没人写可能就因为 他没名了 对没名 结果呢 我就去那个中医的书店 找书嘛 就是一本一本看 就发现唐宗海 写了很多书 是啊 那后来我的老师 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找到一个人 都没人写 可是他又有很多著作 那你就可以写他 因为会有原创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想不出什么原创性 是 就想说 好那就可以写 试试看 嗯 那也很奇怪 照理讲 他有这么多著作 他在历史 应该是有他的 有人会记录他 他是有成就的 对不对 可是却又没有 大肆的报导 会不会是因为 他最接近民国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为医学都是这样嘛 就是说 医学是这样 圣人都是古代的 越久越好 对 越久越好 那清朝的医生就认为 因为明清是属于 医学比较落后的 对 一般认为比较落后 那其实有一种 叫做通识 医学的通识 也会介绍这个人 那我那时候 为什么想写他 是因为 他是中西医 会通第一人 嗯 我们现在都说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会通 他其实就是第一个人 这样子提出来 对 因为老师 你的那个序啊 就是说我们在目录前 要看三十几页 就是说 为什么要写这个再版 你曾讲过 就是说 在也有可能 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 是科学跟西方的科学 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冲突 就有很多人洋气中华文化 没错 然后觉得科学跟西方中医 才是 就是科学论的 就会很推崇 对不对 所以反而像 像最近前一阵子 大陆也是有点 骂中医 你这边有写说 当年这个 爬山吃肉骂中医 年来心不老 对 可是后来你会发觉 心要不老 还真的要靠中医这一位 对啊 但是当时就是很多人 反中医 所以你看到 所以我在想说 为什么唐宗海没有被发觉 也跟他时代的任务有关 就他的背景 可能是因为就是科学 冲击了过来 对对对 那你研究他 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的 因为目录是很 你这四百多页目录不长 可见得你对他描述甚深了 对 我用简单的说就是 当时是西方医学已经传进来 那西方医学传进来的时候 已经给中医开始有一些挑战 那我们学历史都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受到最大的挑战 就是传肩炮力 那西方人的这个枪炮都比你强 你就输人家一截 那医学呢 其实当时西方人就质疑说 你们中医 有很多药 也有很多医生 可是你们在讲身体器官的时候 都不对 都讲错的 对他说未知是不是 对未知啊 然后描述啊 都是错的 真的吗 然后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学医第一件事 因为西方人认为 学医最重要就是解剖学 对对对 可是中国不能解剖啊 是啊 所以当时就想说 你们中医都没有办法解 等于说没有 我们没有实习 对对不对 所以他说我们 他甚至否定我们对器官的认定 对对对 这不行 有关许来乐的故事 我们等一下工商服务继续 好老师刚才那个所长 你刚才有讲到就是说 他有著作对不对 那你会选他 那你在看他的时候 因为他是晚清的话 他有在宫廷服务 有当过御医吗 对就是 我原本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没有发现这个 他顶多是有讲到 他帮同治皇帝的老师 翁同和看病 那也算是宫廷的 对 但是他其实是四川人 所以我在原来的论文里头 我也没想到这一点 就是他为什么会到宫廷里头去 他是一个四川人 怎么会跑到宫廷 这么远 对太远了 后来新发现的 我在写在序里头 就是说 他其实是被邀请帮慈禧太后看病 对 所以你自己本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再版 对不对 对 要慈禧太后 对 那慈禧太后到底身体好不好 他也活到 应该八十 对 也很老这样子 对啊 他最后是拉肚子拉死 下力啊 下力 拉肚子 一直拉 他吃了什么 不知道 就是一直拉 然后身体越来越虚 然后就传说嘛 其实我指导教授有写这个 就是说 传说光绪皇帝 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 对光绪是很弱 而且不足了 对 然后传说 慈禧太后说 我不能比光绪皇帝早死啊 结果光绪皇帝比他早死一天 母子 就是说 母子先后死掉 但是慈禧太后讲那句话很重要 就是我不能比光绪先走 所以光绪皇帝先走 慈禧太后才走差一点 那这个是被害的奶 所以很多人都猜测是被毒死 很多人是猜测是被毒死 对是被毒死 哪有那么刚好算好的呢 那慈禧他这么重养生 对不对 然后又这么重医学 就宫廷的医 算是他为什么光绪没有办法 调养回来 其实这个牵涉到一个一千 我也没想过 你想想看 我如果是唐中海 唐中海不是去帮慈禧看病吗 而且他也帮了光绪的老师 翁彭和对不对 你想你是一个民间的医生 结果你治这些皇族 都治得比太医好 这怎么得了 这就洗来了 你怎么可以比御医好呢 一定要让你就是 你顶多能治到不好不坏 那这个才是对 你要是把它治好了 那我们这些太医的脸放哪里 所以我相信在那边治压力也很大 所以很有意思是 唐中海也没有留在北京 他跑来跑去 他一下到北京一下到上海 一下到广州 寻诊 对可见他没有 我想他如果是很 他医术真的很高这么好的话 一定被留下来 可是他没有留下来 他就是可能就是后来就离开了 我在想 对那因为我们曾经在很多古代 很多皇帝 对不对 我们都会有个疑问 如果说有这么多奇人 有这么多神 一妙守华陀 那你可是你看到 除了这个康熙 乾隆 还有 明朝还有一位也是蛮久的 应该是明太祖 朱元璋 对不对 其他人其实都很早逝 对不对 几乎都是早逝 所以说到底 大家就会讲说 御医就是中医 那到底中医 他对于这些宫廷来讲的话 他们是因为压力太大 把脉失准了 还是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再好的药也 赢不过内斗 对这个内斗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说你 你要尽到那个权力的核心 帮皇帝或者是这些非子治病 你还是要是太医嘛 一般你进不去 那太医也有前驴技穷的时候 因为不是每一个病都治得好 比如说那个时代 我们那时候是探讨 这个光绪皇帝的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一位老师 认为光绪皇帝得的 其实是肠梗阻 就是肠子塞住了 急性肠梗阻 肠子塞住 那排泄排不出来 他的就会发烧 而且会坏死 对会坏死 肠会坏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那个史料嘛 我的老师啊 就翻史料 大家医生也来解读这样 然后就看到一条 很有意思的就是 那个时候太医开大黄 大黄就对症 因为让他拉肚子 拉出来 卸 对 让他卸 可是皇帝是不能卸的 你不能让皇帝拉肚子 是怎么得了呢 那如果你不让他拉肚子 他就便秘啦 对 所以 因为没有肠梗阻这个病名 所以也不知道严重性嘛 那旁边太医又不敢 那你只能开那个和缓的药 要是你开大黄 结果你没治好皇帝死了 那你恐怕也要担什么责任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去实际去治疗这件事情 教授 你刚才讲到一个这个历史剧都没演到的 就是不要太一下就让他好 对 可能就是刚刚好 对 或者是你下药了 我觉得我可以治 结果你治死了怎么办 对 尤其是他是皇帝 你这么积极的用药 结果皇帝死了 那当然是你这个积极的人有问题 所以古代太医是用药是很小心 不会乱用 对不对 那你写到这位唐宗海医师的时候 他最让你觉得亚裔是什么 因为你后来也写了很多中医的食材 食疗这些东西对不对 他跟那些什么孙思苗啊 这些扁确这些差别是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探讨 没有探讨到很多他治疗的 对 主要是探讨他回应西方医学 尤其你说那个很多人认为中医连器官的位置都不对 对位置都不对 他怎么定位 好 对啊 比如说肝在左边 左边 对 肝在左边 或者是 心在哪 心会跳还知道 对或者是 那主导思考的是什么 那中医都说心嘛 我们都说伤心 然后我们很多情绪的都是心治疗 走心了 可是西西就认为跟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是脑吗 那他就要开始陈述这件事情 比如说那心和脑 其实各组一部分啊 他就要去折中缩一下这样子 当然不能去把中医的医力打坏掉 他等于说出来辩护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那你个人是认为是伤心还是伤脑筋呢 就是说对我们情绪对不对 影响最大 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跟学生讲一个 我说古人为什么会这样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很难过的时候 说你真的让我很揪心 其实我们真的这边会痛 真的会难过的时候你会 你不会说我很难过的时候就一直摸头嘛 很奇怪哦 这个人你不要跟他讲这个差异 但他很难过的时候他就会说 你真的很伤我的心 他很少说你伤我的头嘛 打头对不对 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只有你考不好的时候 我们会说你真的让我很伤脑筋 你没有用心呢 你不要说老妈妈你弄错了 我没有用脑 所以其实西医是觉得脑主情绪 对脑主情绪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认为其实是新 对新 那你知道这个当然是现在医学新发现 就是说现在有发现一个 就是说治疗那个 好像是一个澳洲的医生 发现治疗预防老年痴呆症 要治肠道的菌 对对对 有人讲 以前大家都不种肠子 后来觉得要肠子好 心情才会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所长 皮国立博士 这本厚达五百页 真是非常偶心力学 然后二十年前的硕士论文 字字学类 然后现在又再版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钦佩你这个学术精神 为什么因为很难看懂 那其实我觉得皮教授 你再看那么多最后以后 我就觉得你可以考中医了 中医学问真的很大 对对 那你觉得我们后来找到器官定位了吗 对 就是说你现在 当然中医传统的医学 它的定位已经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说肝生于左 肝在左 肝气寻于左 那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的解剖生理学 你又不能不念 所以现在的中医 其实都念西的解剖生理学 他也知道肝其实是在右边 可是在医理论述的时候 有时候传统医学的论述方式 还是那样子论述 你又不能一肝子把它打翻掉 你比如说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 现在人听起来就是 根本就玄学嘛 可是阴阳五行主导了很多中医用药的原则 所以你很难说一刀切 说我们今天通通不要阴阳五行 我们也不要那些玄学 皇帝内清也不要看了 上海论也不要看了 我们就来专心的学习就好 那你中医的东西就不见了 对啊 而且中医还会看面相 刚刚你说你看到很多 其实看中医最后 你进来他都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以前有个老师很好玩 他说一进来 他说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嘛 最神的是望 看出来你有什么病 那个就是最厉害的 切是最差的 但是其实应该说我们要四整合餐 四个都要 但是望是最厉害的 然后那个老师就会说 那个望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进来的人 就是扶着胃进来 那一定胃病 胃病的人一定是扶着这里嘛 你看哪一个胃病的人不扶着这里 一定不舒服就是扶着这里嘛 一看就胃病 然后一进来看到 他就说眼睛瞪很大 就是眼睛瞪很大 那个四边都是白的 眼睛瞪非常大 这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猜 是甲方线性能看镜吗 不是 他说这个有精神问题 他说你看他那个眼睛睁很大 一直东看西看的 那个是有精神问题 糟糕我常常会东看西看的 那你没有 而且眼睛 那你是笑咪咪 不能笑 对他就是 他就是你看这个就不对 要小心 这个人来看你的时候 你要讲话要注意 问诊要注意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跟人相处 这一点也超受用的 不用学中医也会知道 对不对 就是眼睛瞪得大大的 然后东看西看 可是没笑 对 还好我会笑 对还好我会笑 对 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所以你的老师好有趣 老师我觉得你们师生对话 都超棒的 对啊 其实是好几个老师嘛 都会教这样子 对都会教 就是说其实你的日常生活中 这里面也有讲到对不对 你刚才不是说要给父亲节 一个这个礼物对不对 其实你里面有很多目录 很多篇幅讲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针对某些病 对 而是讲的是中医讲的是身体的 气血 对不对 气血 然后是怎么走 其实这个是最抽象的 一个人的气你要怎么看呢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唐宗海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命门 肾脏 两个肾中间有一个命门 然后那边有肾气 那这个肾气就像生命之源 它会从你的督脉上到头 那头就是脑 那所以你的思考 你的记性 你的灵明 通通都是跟肾有关 对 所以肾一不好 人就呆 人就笨 人就没精神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是 我前面不是有写吗 有一个人讲说 要补血啊 他就用唐宗海的理论说 补血就是补金 那两肾中间的命门 生了金以后就会到脑 那金如果不足 脑就会笨 所以金的原质就是血 所以补血 就是金血 金血 那补血以后金就会充足 然后再到脑 这个人就会聪明 也会记性好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有食材吗 相对应的东西吗 到里面倒是没讲 那就是可能就是你常常看 很多广告都会讲到补肾 因为东方人 就是应该说亚洲人都蛮怕 肾不好 怕肾不好 就认为是肾亏 腰酸啊 常常没有力气啊 或什么的 都会认为是肾亏 这个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非常盛行 就是你看到一个肾亏的人 是什么形象 当时的广告就是这样 腰酸 扶着后面 对就是扶着 然后执不起来 执不起来 然后说这种人 就是肾亏不是只有防劳 防劳就是做太多 那个男女之间的事情 不是像我们广告讲的那样子 其实是关 用脑也会 脑也会嘛 对用脑也会 比如说你读书 熬夜思考 你也会伤到肾脏 所以常常要补一补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脑神经衰弱 搞不好不是脑的问题 对就是 是不是 中医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说 这个不是只有脑 有可能是脚啊 之类的 你看中医就是讲说 如果你精神不好 或者是有情绪的问题 他会补心啊 补肝啊 调养肾脏啊 都会 对 可是在西医看来就是很奇怪 因为西医认为说 都是脑的问题啊 不是 不会是你的肝脏的问题 对可是中医认为肝阻这个 决断跟谋虑嘛 肝胆跟阻决断跟谋虑 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就伤肝 比如说不要生气 对 他说肝最怕生气 对 对 生气 对 可是西医不能理解 西医会认为说 你指数厌厌不就好了 对啊 你生气应该是伤到脑吧 怎么会肝脏会有问题 对因为脑一血啊 就生气的时候 觉得说会中风 对 所以你看这种对话 其实在这里面都有 就是一直有冲突 对冲突 那后来唐中海 他有觉得西医可取之处吗 他可取之处只有说他行机 所谓行机就是说他们的解剖很正确 解剖图都很漂亮 让他也看到 对对 因为通常我们在中医的话 我们不会看到这个封面上面 就把整个器官画出来了 没错没错 所以这也让大家知道说 老师你写这个论文 最重要的 你觉得你是想要 因为很少人会去讲这个中医的医史 把它拿来当是一个专门的历史学里面的一部分 很编门啦 而且这个要考证的资料有这么多 又都文言文 真的辛苦了 你那时候怎么补脑呢 还好啦 那个时候年轻 年轻不用补啦 年轻的时候很OK 我们工商服务才知道 就是说老师你写这本 真的有对你有很大的注意 你就有那么多御医了 对不对 有很多医生的朋友 国手级的 然后再过来就是 你也真的是 你也真的蛮会保养的 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还以为你是一个文青 没想到你有小孩 也是多大的 小孩已经高中了 那你待会吃什么 要给我们个方子 这个比较重要 以后你要不要出一本 就是说台湾的中医地图 中医地图 对啊 然后说中医走到哪儿 然后你最近吃什么保养 有啦 我们现在在写一本 跟一些中医一起写 叫台湾中医药通食 想要把中医的历史记录一下 对啊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因为以前有没有证照特考 可能大家都是凭经验 对不对 像代代相传下来 那我们就觉得 今天有一些这种90岁的啦 100岁这种中医 老中医就去当神仙以后 就觉得说我们又少了一个救世主了 对对对对 那可是有时候通常你讲的这种 你很难去百分之百的学到他精髓 就像你的老师 看人进来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吃太油 所以才说就是 这个医学时还是很重要 怎么说呢 你以前的中医的做法就是 我有什么秘方 我藏起来 我不跟你讲 结果呢小孩子没学好 或是只有女儿就失传了 对 对 可是现在的学术体制 或者是等于中医也 没办法要涉入这个西方的学术体制 很简单就是你有好的药就发表 成论文 是 那论文就可以公开 大家公开看 那这个是对中医是良性的 至少你就不会失传了 是 我现在最想要吃一种药 就是可以有先气 因为我们现在的气都太浊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以前会有仙女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没有仙女了 对 你看像以前的人 对不对 他们的可能也没有污染 像现在中药的时候 我就很怕说 我们的药材的来源 会不会药材那个有效 可是药材被污染了呢 对 现在就是很多科学中药 它现在都会那个 找特别的产地 气座 等于说 对气座 我跟你签约 然后我会化验 如果我化验出重金属打多少 我就不跟你买了 所以你自己要把它种好 不能乱种这样子 对啊 像因为这个浩瀚的学问 你很难在我们这个短短的这个节目中就讲清 所以你就每个礼拜来 如果您请我就来 反正我输很多 没有开玩笑 老师那你是历史研究所 对不对 那可是又专攻这个衣食 对不对 你个人 你最推崇的是谁 你说推崇的是谁 对啊 你说是指 你再写了这么多衣食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你也写了很多御医的故事 还有那些历代皇室养生都没有很长寿 对不对 那你看像扁鹊啦 孙思苗啦 李时珍 或者是你个人写了唐中海 对不对 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讲 你是比较觉得哪个真的是华佗神医呢 我觉得是张仲景 哦我没讲到这一位 张仲景 张仲景啊 是真的这个厉害的 举个例子 你怎么说呢 你唐中海这本书 唐中海里面都在讲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去重新读古代的医书 那这古代的医书很重要的就是 《黄帝内经》 《伤寒论》跟《金规要略》 那后面两个都是张仲景写的 那现在的中医也都在读那个 现在的中医也都在读 因为它里面是很简单的病症 然后厨房 就是现在的科学中药 有很多都还是张仲景的方 用张仲景的 对张仲景的方 那但是反而很奇怪 我们都说一个医生很棒 我们会给他弄一个华佗在世 是啊 其实华佗没有留下东西 应该是说他的东西都烧掉了 华佗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原来他没有著作 就是他可能烧掉或隐私 但是张仲景的是留下来的 那我们怎么不是说仲景在世 对啊 很奇怪啊 很奇怪 那你要写哦 可能是因为这样 华佗的历史就是神奇 因为华佗会开刀 对 他把人家的肚子切开来 肠子拿出来 煮沸散 洗洗 然后放回去 缝好以后赋以神高 那他的这个麻醉就是用麻沸散 麻沸散 对我怎么讲煮沸散 麻沸散 可是很多人都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不管你有什么草药或什么的 你吃下去以后呢 刀子切下去 你一定会跳起来 是 因为那个跟麻醉是两回事 那第二个是你切下去以后 血漫出来 你是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你是要像现在就是维持手术视野 对 你可能要有一些器具拉扯 拉扯 然后吸血 要学要抽嘛 要抽 对 那华陀一个人怎么可能做这些事 还有那个签 对所以说其实 华陀的是有神话在里面 对有神话在里面 你说如果说他 你可能有学生会说 那华陀的身边可能有很多人帮他 可是如果有这么多人帮他 那华陀的医术不会失传 帮他开刀的这件事情 他就会有人记录 对 或者有偷载出来的 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会记录 小编会出来然后到处去贴文 对不对 总会有留下来方子 对对 所以其实华陀的色彩是神话的 对对 反而张仲锦是有论述在里面 对对 所以唐宗海就是说 大家在看西医的同时 不如去看看张仲锦讲什么 老师唐宗海活多久啊 他没有活很久 他47岁吧就过世了 他自己得传染病死掉了 他得传染病死掉了 当时应该还是有瘟疫喔 对还是有瘟疫 而且他虽然是医生 那怎么自己不能治呢 因为他是要再回室穿的过程 他在船上可能没有药 对 买药不方便什么的 因为那时候没有科学中药嘛 急症 急症死掉了 好可惜啊 这么年轻耶 对 但是我在这里面有写到 新的资料显示是 他有回到四川 然后他遗养天年在四川 那这又是一个传说 对 关于他很多传说 或者他炸死 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还活着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我猜啦 他真的是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要去当官 可是他最后没有当官 没有复任 对不对 如果你说他没有复任 跑回去四川 这个说不过去啊 因为他考到进士 他已经被授予官职 他应该要去当官啊 对啊 而且他在进士的时候 应该是蛮老的时候才 也不会啊 年轻啦 算年轻 也大概就是40上下吧 大概就是40上下 算是他考到医学院 医学系了 对啊 而且进士更好嘛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代的医生 是不太好的 以前的医生是 在社会地位比较低啊 读书人 读书人才好 这个也是很奇怪 像我们两岸 对不对 台湾是医生 第一 第一 对不对 最难考 收入也高 对 可是反而大陆的医生 收入没有台湾这么好 就是普遍来讲 普遍来讲 台湾就是很高 而且台湾比较难考的 也不是医学系 对对对 反而是理工的 对 最难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所以 我们还是有 中医要来台湾 我们还是有受日本影响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医生 对医生很重视 因为像你写这些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 医生很喜欢跟你聊天 对啊 因为你是有很多学术 在里面 那你下次要不要来分享一些 实证给我们 可以啊 那父亲节 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辛劳的爸爸讲 哎呀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爸爸要 自己顾自己身体健康 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男孩子 男生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开始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怎么办 可是是事业正在打拼的时候 对 更要注意 对 不要硬撑啦 因为男生就是 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对 就如果身体不舒服 提早做一些检查也很好 这样子 感谢所长 谢谢 要再来聊 爸爸都需要你 好的 优优 office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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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优 优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